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 与传统的婚姻伦理、道德、礼仪相辅相成的 是形形色色的民间婚姻习俗 同养习便是其中极为普遍的一种 贫苦人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往往把年幼的女儿送给婆家抚养 长大成婚则不需聘金 举行简单仪式即可 许多同养习沦为婆家的廉价劳动力 形同奴婢 婚后生活缺乏感情 解放前 在浙江盛县四名山区 同养习曾经十分盛行 家住李宅的蔡根花老人 就是其中的一位 9岁的蔡根花被送到大山深处一户偏僻的农家 她未来的丈夫那一年11岁 年复一年 蔡根花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出落成一个大姑娘 到了可以和丈夫原房的年龄 因为是童养习 她在家庭里的地位比名媒正娶的媳妇又低了一等 她就在《遭过了》 这老师这 fallaitاب我 这地吧 在我们平均的时候 小时候 就他就你一家就想起来 我们去的脑子 我们去的老师 讲道事 我一下老师讲道事 脑事跟脑事 跟脑事起来 脑事的脑事就这么然后来的 你起来 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起来了 比起南庚女芝的家庭生活 蔡根花的丈夫更热衷于做打家劫舍的山贼 她一走了之 要无音信 蔡根花过着守活寡一般的生活 三年后 一个做山贼的同乡回到村里 告诉蔡根花 她的丈夫在一次山贼之间的冲突中丢了性命 丈夫死后公公也死了 家里没了男人 为了躲避山贼的骚扰 蔡根花和婆婆 不得不搬回娘家居住 当地有一种叫做抢婚的习俗 女人守寡后 被谁抢走就是谁的老婆 不久 蔡根花被远村一户丁姓的人家抢走 丁家的公公是当地有名的流氓头头 为人十分凶恶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跟木头抱着走 这是民间语言 对女性婚姻的真实描绘 蔡根花被抢去丁家后 见到了她的第二个丈夫 丁秀妍 丁秀妍体弱多病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 蔡根花与丈夫同房后 曾经生下一个女儿 公公重男轻女 把女儿从蔡根花手里抢走 扔到荒山野地 至今生死不明 她的女儿 嫁在那儿 的女儿 生死不明 她的女儿 我这次的女儿 拿着女儿 孩子 对 在解放前 一个农村妇女提出离婚 简直是天方夜谭 蔡庚花唯一能做的 就是逆来顺受 含辛茹苦抚养儿子 作为一个母亲 蔡庚花在家庭等级的阶梯上 有了一个较高的地位 岁月流逝 蔡庚花的脸上 刻满了深深的皱纹 解放后 女性的社会地位 得到空前提高 土改时期 蔡庚花分到了田地 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1954年 不幸再次降临到蔡庚花的身上 她的第二个丈夫 患血腥虫病去世 45岁的蔡庚花又一次成了寡妇 然而时代在前进 蔡庚花参加诉苦运动 当了村干部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村里人劝她 新社会了 讲婚姻自由 你一辈子受苦 现在找个称心的男人 一块过吧 有的还给她说梅 但是都被蔡庚花拒绝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 童养习的苦 我吃过 失去两个丈夫的苦 我也吃过 我不想再嫁了 中国女性的命运 长期以来被层层枷锁禁锢 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初 在陕甘宁解放区 一个叫风之勤的农村女青年 却勇敢地冲破了 父母包办和买卖婚姻的束缚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争取到幸福的婚姻 和自己的心上人张柏 结为夫妻 当时 边区政府 以1943年颁布的 陕甘宁婚姻条例为法律依据 赋予他们追求婚姻自主的权利 宣布他们为合法的夫妻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5月1日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 婚姻自由 第一次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 男女双方的名字 平等地书写在结婚证书上 中国女性开始学会运用法律 赋予他们的权利 主宰自己的婚姻 当过同养媳 又失去两个丈夫的菜根花 现在年已尽百 与孩子们相依为命 中国美术界 回顾百年来 油画在中国的发展 形容为六道大菜 29岁的夏俊娜的作品 继李淑彤 刘海素 徐悲鸿等大师之后 被誉为第六道大菜 在夏俊娜的话里 表现的都是女性 流露出她对生活的幸福感 和得到爱情后的喜悦 夏俊娜出生在内蒙古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91年 中央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上 她被一位来自东北的考生 韩宏伟吸引住了 在她看来 韩宏伟就是她心目中的爱人 然后我在考场上 那么紧张的情况下 在休息的时候 我还就是凑到她后面 看看她画得怎么样 意想不到的是 被老师们看好的韩宏伟 在这次考试中落了榜 夏俊娜不得不经受 与初恋情人的分离 两人远隔千里 却情思不断 护赠信物来寄托他们的思念 这就是下去那儿秀的 一针一针秀的 我觉得当时她就特别有这个耐心 我估计秀了一个多月 当时她就是送给我钱包 我送给她钱 当年啊 特别流行那个红木卡的 然后竟然卖的特别特别贵 然后我就舍不得买 后来她说你别买 我给你做 第二年 韩宏伟再度进京赶考 这一次终于榜上有名 两人再度重逢时 特意穿上情侣装 到天安门前合影 从这一次相聚以后 他们再也没有分离过 我首先是喜欢她这个人 她的人 她的性格 她的处理方式 她的各种行为方式 符合我的选择女性 作为妻子的这么一个标志 我们才走到一块 让你一直办法 你解读不了她 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好奇 特别感兴趣 然后越是这样 你就越想接近她 这可能日文一个女孩 都是这样想的吧 夏俊娜用她的活泼 开朗 性格透明 感染着沉稳 内向 不多说话的韩宏伟 四年的校园浪漫曲 使她们的感情 日益加深和成熟 渐入家境的感觉 在夏俊娜身上 更加明显 我经常说 您说点好听的给我吧 她说 让我说什么 没有 我特别喜欢她的性格 觉得有的时候 就像孩子一样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们俩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特别的平稳 就像水一样紧 但是水也是在不停地 不停地往前流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她还是特别 中国特别传统的女性 特别传统的女性 1996年 毕业后工作了一年的夏俊娜 辞去了中学教师的职业 成为自由职业者 她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住房 但一个女孩子 难以对付的问题来了 我经常是到晚上 十点之前 我是不敢在那个 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待着 我就去跑同学家 我在人家家就赖 一直赖着 不走 这时候 夏俊娜少了许多笑声 同学们向她建议说 你和韩洪伟已经是稳定的恋人 就让她搬过来 你们俩住在一块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绝对不能 就是 不能认可那种 就是同学 先同学一段时间 一块住 一块住的那么 合法的手续 那么就先结婚 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去登记了 我们跳了一个好日子 我记得当天 我们去重文区 婚姻介绍所领结婚证 我们就是骑着自行车去 就因为找了那个地儿 又找了好长时间 后来终于找到那儿 人家还有五分钟下班了 我的感觉是 哎呀天哪 可算是领到了就 刚刚毕业的韩洪伟 把简单的行李 搬进了夏郡纳租的那间小屋 甜蜜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她拿那个拿电饭锅 煮了顿饭 那个时候我经历上 也不是状况不好 她拿那个电饭锅 煮了顿饭 我们吃的 当时风还挺大的 花着风伤 他把这个婚姻给了我 我觉得我应该感激他 也就是说他许诺 他总是一辈子他要爱我 他要保护我 当时我记得 当时特别清楚 但屋里是那种灯泡 黄灯泡 人家在底下吃饭 然后穿饭也到外面去走 那种感觉挺幸福的 韩洪伟用他俩仅有的500元积蓄 给夏俊娜买了一副金耳环 请两个要好的同学 一起吃了顿饭 柬埔的婚礼就算办成了 我们俩就永远在一起了 就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他了 和谐宁静的家庭生活 给夏俊娜阳光灿烂的创作心境 在美好平和的心态中 他凭着天生对色彩的敏感 把美副作品装饰成为天堂的色彩 由此他的艺术创作 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我觉得他有作为画家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 这种慧根也好 这品性也好 他做事特别执着 就是说他可以一天 再画这一张画 那么这是等于他的爱好 得到了一个满足 如果我画的正义 就是这张画没画完 然后我必须在轻轻画完 然后呢 让我停下来 说我们回去做饭 回去吃饭 我心里会很难受 这种状态我能理解 因为都是画画的 所以我尽量就说 那就让他画 让他把这张画画完 画到他满意为止 为了不打扰夏俊娜的创作 韩洪伟悄悄地到朋友家 学做菜 每当学会一种菜 就回家做给妻子尝 在夏俊娜眼里 韩洪伟做的每一种菜 都是一道幸福的大餐 要知道他是一个男的 他很好做饭 他也不太会做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才是心疼也好 这才是他根本做饭 我觉得真是太难为他了 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觉得那一刻是 是女人做女人最幸福 夏俊娜享有的幸福感 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他用五月新娘的祖话 展示一个女人 获得美满婚姻的愉悦 有时候我们在小区里面 经常会看到一个老头 骑着一个小餐轮 驮着一老太太 然后两个人在早上溜弯 或者去买菜 我觉得那就是幸福 他已经相伴走了一生了 然后两个人头发都白了 然后还两个人都很健康 1997年 夏俊娜第一次开办个人画展 展出的八十多幅画 全部被画院和收藏家购买 他本人成为上海艺博画廊 独家代理的画家 经过六年的共同努力 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都大大改观了 有时候我们 我们也是想到 有时候都要给将来的孩子 甭管是男儿女孩 都要起名字了 孩子还没有 先把名字起好 那每次想到孩子的时候 就是很幸福 我们两个孩子 像谁呢 可别像他 他头小 可别像我 我头大 中和一下 真好 夏俊娜和韩宫伟 相识至今刚好十年 两个人在十年中 酿成了一杯生活的美酒 足够他俩一百年喝的 他们觉得 夫妻俩最佳的状态 是感觉不到 对方的存在 也就是两个人 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夏俊娜呢 他还在一心一意地作画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韩宫伟也越来越精心地 守护在他的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